Hello 大家好 我是George 今天會做蒜蓉牛油煎大虎蝦 我會用這隻大虎蝦來做 首先要把它解凍清潔乾淨 然後將蝦頭、蝦鬚全部剪掉 眼睛全部剪掉 然後底下的蝦腳也會剪掉 蝦腳剪好後將蝦尾打平 然後這個位置會剪一刀 將蝦腸全部拿出來 這條就是蝦腸 可以慢慢把它剪出來 另外蝦頭裏面有蝦狼 都會把它拿出來,這是不能吃的 剪好就這樣 然後會在上面加入少少鹽和黑胡椒粉 搓勻後,稍後會反轉另一邊 都是加入鹽和黑胡椒粉 然後可以放在一邊 然後準備配料 我們現在將蒜頭切碎 我們不會切得太碎 要不然它焦了很久會把它裹起 準備牛油 現在會在蝦上面撒些生粉上去 然後將它塗勻在蝦的面上 然後反轉另一邊 同樣加生粉上去 然後將它塗勻 然後將它塗勻 車尾茄一會兒用來半碟 洗乾淨,放在一邊備用 我們要準備一隻平底鍋 然後把它加上油 然後把它包熱後 直接放蝦進去煎 然後把蝦放在上面 然後把蝦放在上面 放在一起 然後把蝦放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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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我们会用中火 然后每边蒸三分钟 一边煎的时候就不用动它了 然后差不多够时可以反转另一边继续煎它 反转了虾之后可以放香草进去 然后放牛油进去 然后这个时候才放入蒜头 现在看到表面差不多金黄色 虾就会熟了 里面剩下很多牛油 我会放车尼茄进去 一起煎熟 煎熟就可以拿上碟了 一个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蒜蓉牛油大虾 是否超容易煮呢 还有这个味道非常好吃 我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得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在下面留言给我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按下小钟 按全部 就会收到我全部影片的讯息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